在民国的官场上,石英是一个另类 看看他的绰号就知道了 不一市长,喜范市长 还有一个更有名,叫民国第一清官 光看这些绰号就知道石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样的人在民国的官场上确实不多见 1932年春天,石英被任命为南京市长 上任当天,他就给同僚和百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首先,他衣着打扮非常朴素 一身不衣不鞋,带的行李也不多 只有一个用来装换洗衣物的藤香 而且,他那天进入市政府办公楼时 没有从正门进去 而是选择了一个人们怎么都没想到的侧门进去 让在正门迎接他的人们等了个寂寞 石英的一日三餐也非常简单 都是一些粗茶淡饭 只有在客人到访时 他们家的餐桌上才会添上两道菜 一道炒豆芽,一道红烧肉 除此之外,与平常别无二致 石英的早饭更简单 一碟咸菜,几根油条或包子 再加一碗稀饭 所以,当同僚和下属知道他这个习惯后 私下里都称他为稀饭市长 当时有几个不怕死的商人 居然对石英动起了外心思 想搭着他这条线大发横财 他们带着金银股票前去登门拜访 当他们踏进石家的门后 还没说明来意 就被石英一语点破 石英开门见山的说 我劝诸位死了那条心吧 我使某人做官 绝不是为了发财 诸位,慢走不送 一番话说完 那几个商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蒋介石听说此事后 不禁哑然失笑 对身边人说 真是几个笨蛋呢 居然敢贿赂石英 简直是愚蠢之急 当年在南京市内 官员大多用公家车辆送子女上下学 石英知道后 下令警察在各个学校门口严查 逮到就严惩不带 果然在他的严厉手段下 私用公家车辆的外风邪气被杀住了 让那些官员们叫苦不迭 1935年3月 石英结束了南京市长的任职 在离开南京时 从三条巷到下关车站 沿途数里都站满了百姓 自发为他送行 哭声一片 当然那些官员们可能就要笑咯 1943年11月4日 石英在重庆便市 享年64岁 因为身无余才 她的葬礼 还是朋友们一起资助的 这就是石英 无愧于百姓 更无愧于自己 民国第一清官这个称号 可谓实至名归